规律的运动习惯是保持健康的首选 现在人面对生活及工作压力 加上美食当前 肥胖人口增加 面临罹患心脏病 高血压 脑中风等疾病的风险 为了想快速减肥 许多民众选择手术减重 医生表示 手术减重较一般传统的减重方法 效果更好 但也必须经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适合 民众分享减重的心得 控制饮食 持续运动是关键 就是控制自己的饮食 吃的方面清淡一点 蔬菜类的 然后可是要靠运动的话 它瘦下来会比较健康一点 医生表示 肥胖对影响健康很大 一般常用节食与运动减重法 减重大约5%到10% 但是必须要持之以恒 否则很快就会腹胖 所以手术减重 成为减重的热门选项 很常见的糖尿病 心脏病 高血压 包括高血脂 还有就是比较说 一些肥胖病人 它比较容易有关节的问题 那还有甚至脑中风 其实还有一堆 根据研究都还有一些癌症 它跟肥胖 其实也是有 某种程度上的相关 手术减重的效果的话 根据目前的研究呢 大概平均起来 可以减去 减去超重体重的50%到70% 它可以持续很久的时间 甚至有人是研究到5年 都还不会富胖 但是医生强调 不是每个肥胖的人 都适合手术减重 术前一定要有完整的检查 这些病人 他必须要到门诊来 我们会安排进一步的检查 包括说一个精神科的会诊 然后还有一些内分泌科的检查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女性的话 还有妇产科的检查 医生表示手术减重的成果 大部分还是由病人自身所控制 正常规律的生活习惯 才是保有健康的不二法门 新唐人的亚特电视 时间往台湾台南报道